你见过这么有礼貌的打劫吗 他递给银行专员一张刀勒 上面写着我有枪 这是打劫 再看他的表情 脸上写满了慌张 银行专员二话不说 就从柜子里掏出一叠刀勒 小蜘蛛看着这笔钱 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发了会儿呆 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尝到了甜头后 他陆陆续续地抢劫了11家银行 手法一次比一次大胆 刀勒一次比一次抢得多 可谁能想到 他其实是一个得到过 英勇勋章的退伍军人 小蜘蛛曾经是一名军医 18岁那年 他第一次上战场 虽然他在训练营 已经练习了无数次 但是等到他自己置身于战场上 那感觉完全不同 就算在十分空灌的场地上 他也会认为有狙击手潜伏在暗处 就等着将他击毙 他们的车队到达前线时 枪林弹雨的场景 根本吓得小蜘蛛走不动路 还好队长及时过来 让他保持清醒 三人在子弹横飞的场地穿行 他们要做的 是将前线受伤的士兵解救回来 好不容易来到伤员面前 小蜘蛛却再一次 被面前的场景震住了 士兵的肚子被炸穿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小蜘蛛立即蹲下身 将裸露在外的器官塞回肚子内 用力地按住伤口 他紧张地环顾四周 不知道下一颗弹头 会不会炸到他们这里 幸运的是 他们顺利地等到了救援直升机 几人将伤员送上机后 小蜘蛛站在原地 艰难地喘着气 像是自己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撤退回到基地 仿佛一切都如梦幻般 他来到厕所 奋力地冲刷掉身上的血迹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回到宿舍 可等他刚一躺下 坏消息就传来 刚刚被他救上飞机的那人 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 这就是战争 每天都有人离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 为了不让日子过得那么枯燥 军队每隔一段时间 会设有娱乐项目 这群拉拉队员 让每一个士兵都为之疯狂 除了小蜘蛛 因为他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自己的女友小弟 每次拨打电话 他都会因为超时 惹来队长的怒骂 这天 他们被派去支援前线 可是 车子开到一半 却陷进了沼泽里 队长鹤立独行 让全队无法继续前行 小蜘蛛好心地提出建议 还被队长视作挑衅 给他一顿臭梦 队长让几人回去请求增援 被点到名字的人里 当然没有小蜘蛛 就在几人兴高采烈地 将车开回去时 突然 车辆发生了爆炸 车上的所有士兵 瞬间死亡 小蜘蛛呆坐在地上 一个个说出他们的名字 缓了好一阵 他们才将尸体搬下来 这一刻 他第一次感觉到 这么手足无措 小蜘蛛多么希望 躺在地上的是他自己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年的军旅生涯 终于结束 他回到了祖国 收到了指挥官的家讲 女友小丽也和他重归于好 日子回归了平淡 但是那些创伤 却是永久性的 每到夜里 他都会从噩梦中醒来 这让他也越来越暴躁 不得不靠每天 服用大量的镇静药 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看演出时 他会怒骂声音大的观众 这种情绪 让他随时随地地 处于精神紧绷状态 照镜子时 也会出现幻觉 直到后来 镇静剂已经完全不起作用 他从朋友这里 得到了一种红色药丸 服用下去过后 感觉一起烦恼都随之消失 自己就是世界之王 看着小蜘蛛一蹶不振 小丽终于忍不下去了 他崩溃的嘶吼 可是发泄完自己的情绪过后 小丽没有选择抛弃 而是和他一起承受 日子回归平常 但正常的面孔下 背后早已千疮百孔 经济压力 已经让他们丧失了购买能力 这天 他找到毒枭阿强 想要开始赦账 要想赦账不是不可以 前提是帮他看一个保险箱 小蜘蛛满口答应 可是药效上头 哪里还记得什么保管 只想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 打开之后 几人惊了 满满一箱的货物 敲门声吵醒了他们 两人急忙将货物冲进马桶 打开门他们才发现 来的不是警察 而是阿强 进门后的阿强 看到这一幕脸都绿了 因为这批货根本就不是他的 而是另一个终极boss的存货 如果补不上这批货 他们都得完蛋 这时 小蜘蛛解围说他有办法 随后 他拿着枪来到了银行里 小蜘蛛在纸上写着 我有枪 这是打劫 没想到 事情竟出奇的顺利 他甚至没有把枪拿出来 得到钱的两人 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他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可是 抢来的钱很快就被他们 肆意挥霍光了 深渊一旦触碰 那就是永无止境的 为了填上这个无底洞 小蜘蛛在犯罪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他现在已经成了警方 通缉的重要对象 可他却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 为了能够填上毒品 这个无底洞 他们三人要抢劫银行 小蜘蛛和阿强进去抢钱 帽子哥则在后方开车接应 在药物的作用下 阿强走进银行 可是却不小心走火 这一下就增加了紧张气氛 小蜘蛛给了阿强一个大嘴巴子 让他冷静 结果阿强二话不说 扭头就走 小蜘蛛无奈 不乱抢了一笔钱 转身想跑时 却发现门被锁住了 他愤怒地拿起一手刀了摔了过去 举着枪走到了工作人员面前 等到他回到车上时 警笛声已经传遍大街小巷 小蜘蛛担心阿强被抓 把他们供出来 立马让帽子哥掉头 在马路边 他们找到了眼神呆滞的阿强 将他拽到车上后 小蜘蛛这才注意到阿强的不对劲 他的身上竟然多出一个弹孔 血流布置 如果不及时就医 可能会死 但这时去医院的话 就相当于自首罗网 在一番权衡力弊过后 他们开车来到一个桥洞下 将阿强抬下来 取走了他身上一切的值钱物品 甚至连鞋子和袜子都没放过 第二天 阿强的boss赶在警察之前找了过来 小蜘蛛认为他是来报仇的 可是没想到的是 他得知了小蜘蛛有抢银行的才能 想要让他帮自己抢一次 金额达到了就放过他 小蜘蛛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不是他想收手就能停下来的了 能够做的 只有自我救赎 他回到房内 看到刚刚注射完药剂的女影 他慢慢亲吻了小丽的脸颊 当做最后的礼物 可小丽只是虚弱的说道 小蜘蛛只是轻轻的说了一句 我爱你 随后 他便和boss商量好了会和弟弟 戴上面罩 来到银行做最后一票 等他拿到所有钱财时 他却摘下了自己的围巾 那一刻 他所有的紧张全部释放 小蜘蛛让吓坏了的工作人员报警 自己说了一句谢谢之后 立马转身离开 将所有的钱全部还清后 他拿着手签来到了马路中央 等待着审判时刻的到来 就在此刻 他拿起针头 最后一次为自己送行 在监狱中 小蜘蛛慢慢地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十四年的监狱生涯 让他渐渐走出了创伤阴影 等到出狱的那一天 他已经不休蝙蝠 满脸胡茶 在落日中 他仿佛看到了那个 一直陪在他身边的笑容灿烂的女孩 同时 也唤起了他心中的那一缕阳光 这是富联寺导演 罗素两兄弟的最新作品 戏里 有人说这是最完美的禁毒教材 他记录了一个荣誉士兵 怎样一步一步慢慢地堕落为隐君子 最后彻底走向犯罪的深渊 毁掉自己很容易 即使你不是有意的 但是短暂的欢愉过后 等待自己的只有永无止境的救赎